Hello,大家好,我这里是经常脱根的假装有文化 这次我们讨论的话题是汉服文化在海外的传播 所以我们请来的嘉宾是我们的汉服博主小九 介绍一下自己 Hello,大家好,我是Lamanda小九 我是九一汉服馆的主理人 很高兴可以参加这次假装有文化的采访 好,我们直接问大家一些狠一点的问题 直接问啊,你们这些海外汉服博主啊 推广汉服啊,你们的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真的推广文化还是为了流量 因为我们知道啊,有一种流量密码 就经常说,我用什么汉服炸街 有什么古增炸街什么之类的 然后老外怎么样 一定要说一下老外的反应 是有这样的 或者说这确实对流量有帮助 首先我觉得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就是 在海外推广汉服和爱国情怀的这一些视频 是确实会有流量的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我觉得像我来说呢 我觉得我的初衷是蛮简单的 因为我自己是非常喜欢汉服的 而且呢,我也非常热爱中国文化 最重要的问题啊,是因为我大学 其实我学的专业就是中国古典舞 中国古典舞 对,所以其实我是从小就是非常热爱我们的中国文化 我也是一直受着中国文化去熏陶的成长的一个孩子 简单翻译一下 他不干汉服,他干不了别的 对吧 你忘了吃晚饭,他就饿死了 所以他必须得干这个 对吧 好,那么关键来了 这能赚钱吗 比如说像你在开着汉服馆啊 比如写真啊 别人可能租赁你的汉服啊 能赚钱吗 就其实吧,我在这边开设这个汉服体验店的初衷 就是希望能让更多的本地人 包括我们本地的华人 然后本地,也就是还有一些洋人啊 可以尝试到汉服 因为很多人,大家也知道 从国内运过来也是很不方便的 很难购买到喜欢的汉服 然后我呢,就是在这边建立这么一个店铺 也是让他们可以尝试 可以试穿 然后让他们可以了解我们中国的文化 因为其实在我这边租赁的 包括韩国人也是有的 然后日本人 他们其实虽然都是亚洲国家 但是他们推广自己的国家文化 是非常注重推广自己国家文化的 那还为什么要穿我们的汉服呢 他们也是有一种猎奇的心态吧 大家都知道在那个 Insta,Facebook上面之前 汉服跟韩服有一个非常激烈的大战 你有听说过吗 对对,其实还更加令人抓狂的时候 在英语里面呢 它两个发音又很相近 对,汉服和汉服 对,所以再加上呢 可能是大家对韩国呢 对自己的文化挪用呢 或者挪用他国文化呢 这个话题就特别敏感 对,所以搞一些大战呢 就很正常 那么另外一个就说 比如说像你们说 所谓穿着汉服啊 炸街啊 或者穿汉服走在街上啊 洋人肯定会夸你是吧 我猜了肯定会夸你 那觉得他们 他们肯定会说你好看 嗯,我都帮你说了 对的 Amazing, impressive 但你觉得他夸你好看呢 是出于一种礼貌 还是真的觉得你好看 就是在我看来 我觉得洋人 就是夸咱们穿着汉服的女生 或者男生 都是非常发自肺腑的 你觉得发自肺腑 对,就是他们跟你说 啊,我觉得你好漂亮呀 你穿得真是好看 对,对,尤其洋人的表情 都很夸张 对,就是他们会说 Amazing,就这种 就非常夸张 我当然觉得是真的了 那我问你啊 你看啊 或者问各位观众 大家 就是说当你们看到一个印度女生 穿他们的民族服饰的时候 比如说她还穿有鼻环 嗯,这种的 鼻环是打穿的 我确确实是问过 有关这方面的 嫁到印度了 他们鼻环是打穿的 就是OK 你肯定也会很有教养的 会夸张 这印度服饰很好看 但是我都知道 你们怎么想的 你们怎么会觉得好看的 所以简单的一个判定 他们洋人是否觉得 我们这汉服好看 一个标准就是 是否他们平时会穿 或者说在某些节假日会穿 我们的这个汉服 你见到吗 对的 我没见到 我有见到过 你有见到 就是在我们比如漫展啊 或者是那种文化推广的活动中 Cosplay 不是Cosplay了 漫展不得有Cosplay的观点了 对对对 是的 但是在一些特定的场合 或者说像咱们春节啊 或者是中秋 就是传统的中国节日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在外面 其实是有摆摊 可以让洋人 或者本地人 去试穿汉服的 就是每一次都会有 洋人愿意去尝试 然后他们也愿意去拍照 真的很多 然后我在漫展 因为我不是去过漫展一年 然后也是 疫情之后吧 还有去过 然后我还碰到那个 就是小姐姐 我还记得她 因为长得漂亮的 那个洋人小姐姐 试穿汉服 其实我大概都能记得长相 关键问题啊 就是我测试是不是真的 在漫展 看他们穿汉服 是有那种Cosplay主题的吗 有确确人物主题 没有 没有 就纯粹的汉服 就纯粹的汉服 就是我带过去的汉服 然后他们有人会跟我说 我很想尝试汉服 试穿完之后会问我 我特别喜欢你们中国文化 我特别喜欢这一身汉服 你能不能卖给我 真的 卖的吗 有卖的呀 他们是真的会愿意去尝试新事物 也愿意接受尊重文化的 我认为就是为什么说的 海外博主推广汉服 非常的意义重大 跟国内还不一样 因为你牵涉到 要改正几百年 两百年来 那些洋人对我们的形象 为什么 因为自从相机被发明开始 自从中国融入世界大贸易开始 自从老外可以大批量的 见到中国人开始就看到你晚清那种 丑得要命的形象 要到民国那种哎呀 面黄激瘦个子啊 穿着长的丑得要命的形象 你有一个那种充满仙气飘飘的汉服 告诉你 这才是我们的中华正宗 满清的玩意不是 对吧 清朝的玩意不是 穿着阴阳头流辫子 进行鼠辫 那不是我们的 我们就长发飘逸 多好看 是吧 很重要 其实刚开始推广汉服的时候 可能大家忘了这个初衷 为什么呢 如果你不推广汉服的话 那么洋人认为 我们的民族服饰 就是晚清留下来的 长衫旗袍 还有那种装扮什么 那个剃半头 阴阳头 金钱鼠便 就是中华民族五千年 最丑的一种装饰 如果不推广 这么美丽的汉服 代表我们民族服饰的 就是那个晚清的 丑得要命的服装 明白吗 而我们这种汉服 给我们的感觉什么 飘逸 仙气 侠气 对不对 这个才能代表 我们民族的服装 美就对了 对吧 对 所以如果不推广汉服 那么我们的形象代表 就是满大人 就是清朝那个样子 就是面黄鸡寿的 如果推广汉服 就仙女 你就是顿黄仙女 是吧 其实我觉得呢 像我们汉服 其实它是分形制的嘛 对 就是 其实我说 有收到很多客人的反馈啊 就他们比如来到我们店的时候 都会跟我说 我想试穿一下汉服 要有姿势是吗 不不不 他们是 他们是不知道 我们汉服是分形制的 分形制的 对 所以有个关键的问题 就是说 我穿汉服 是不是得按照一定的形制 姿势来穿 比如说是明制 唐制 汉制 如果不对 就会有些什么汉服警察 会来喷我 来指导我 来纠正我 哎这不对 你这个不对 你得怎么样 怎么样 其实在我看来啊 因为我觉得 新西兰本身就是一个 非常多元 非常包容的一个国家 对 在我看来 我觉得是 我是可以包容大家 穿自己喜欢穿的 因为现在其实有很多的 时装 跟我们汉服的混搭 然后就 很多小姐姐 上面穿着 那个衬衫 底下穿马面裙 效果也是非常好看 而且 你说到马面裙 让我想到迪奥超 对对对 是的 是今年 现在是去年了 去年非常火的一个事件 迪奥呢 有抄袭我们的马面裙 然后有很多海外的华人 就是身穿汉服去抗议 然后去游行 去捍卫我们自己国家的传统文化 我觉得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其实 其实我不反对 那些国际名牌 来用我们的这些汉服元素 但是他要说出 他的出处 对我的灵感来自于哪里 比如说 我问你啊 至此至今 LV他有承认 他那个图案来自于唐朝的话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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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但是我们被我们扒出来 相似度99% 但他就不提 LV也是 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他的花鸟图什么的 也是从我们的很多 那个文样上面找到的 嗯 所以你对那种汉服 支持汉服警察 你没有要求 没那么严格 就觉得大家喜欢就行 对 因为我 首先我觉得在新西兰 就是一个海外国家 能够穿着汉服 去跟朋友聚会 或者说他喜欢汉服 愿意融入到汉服的 这个大家庭 都已经很不容易了 对 因为其实 就再往前推一点 汉服是一个挺小众的 一个圈子 但是如果真的 我们希望汉服可以复兴 那他一定要从小众 走向大众 对 他走向大众的一个过程 一定是多元 接受包容的 这么一个态度 甚至还有些改革 改静 对 其实我也认为 仙侠的汉服 比严格的那种 制式的汉服 要好看 就是复原款是吗 对 比如说 打个比方说 可能有人喷我 我觉得 唐朝的汉服 切穿的就显胖 腰就竖下来了 就显胖了 这个搞得没腰 你身材好不好的 我显胖 因为他不写什么身段 他可能会穿的 比较薄性感一点 但是他就会写胖 对吧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宋朝的汉服 遮得太严实 上上上上一捅了 汉朝的汉服 更加 哎呀 这个扯淡了 馋得就像个慕涌一样 陶涌一样 这个颜色又更加简单 明朝的稍微好一点 明朝的稍微好一点 但是呢 怎么说呢 也不如仙夏剧的 仙机飘飘 其实真实历上的汉服啊 就 普通老百姓 没那么好看 有钱人呢 那可能是 比如地主 财主家族呢 对对对 他们也没那么好看 因为根据法律规定啊 比如说明朝法律规定啊 你们这种商人 是不允许穿丝绸的 你只能穿那个布料 这个这个对吧 你到宫廷了呢 可能是宫廷的 那个各种姿势 也更严谨 是吧 比如说还原的 像像什么 一些电视剧里面 还原比较严谨的 穿的那个 其实并不好看 比如说那个江苏英 演的一个北宋的 那个那个 那叫什么玩意来的 清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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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个结婚的那个 我觉得就太累赘了 是吧 那个其实吧 因为我们汉服呢 它是分不同的 就是 穿着的场合的 像我们 其实现在看 我们都比较华丽的 这种衣服啊 很多都是常礼服 礼服 就你看它一下子 好多个就是布件 然后又很华丽 其实他们平时 也不是说劳作 就是劳作那些 劳苦人民 劳苦人民是不会有人穿的 我告诉你 他们也是穿不了的 他们不会穿 这种衣服不好看 就好比说 很多cosplay那个古装 男士都喜欢cosplay的 公子王爷 没有人 cosplay殿小二的 对不对 对就是因为 他们其实真正去干活的人 也不可能天天穿的很华丽 因为他真的是不方便去劳动 但是像一些典礼啊 就是比较重要的场合 会面啊 或者说就是人家 古代的时候 他们也是要 比如说 大家几个 就是宫里面的啊 大家也是要 一起聊聊天 或者什么的时候 聚会的场合 他们也会穿的比较重 那就说现在的场合 比如说 大家都知道 现在流行的汉服婚礼嘛 汉服婚纱照嘛 这种一般 哪个朝代的知识比较多 其实在我看来啊 就是现在 各商家做的比较多 比较好看的 就是明智的比较多 明智比较多 对因为大部分人啊 其实都很多人 尤其像我们 就这些汉服爱好者 从入坑 其实都是喜欢 那种仙气飘飘 觉得我们曾经 小的时候 爱穿爱批备单的 那个少女长大了 就是想要穿那种仙气的 对对对 但是慢慢慢慢慢慢 可能有些人 随着他的文化底蕴 也越来越高 然后而且他们年龄 可能增长越来成熟 可能就喜欢明智 就是觉得至今大气啊 什么的 我觉得是 好看的那种仙侠的 不适合做婚礼 对 你得特别庄重的话 可能就明智 都可以选的 明智它的特色 其实就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端庄大气 然后所以一般婚礼 像压得住场子的 这种情况下 这种典礼 他们都会选择明智 因为像明智 也可以有托尾 或者宋志 其实也有 现在也出了很多 很多好看的婚礼 宋志我就看了清平月了 那个江水女穿 那我都觉得不好看 我就别人告诉你 我也觉得不好看 我不说谁 我说所有啊 就是大多数 穿汉服婚纱的男士 女士还不错 男士经常会 怕 难看 他看一下 穿汉服就难看 为什么 首先第一个 比如说 要求传统的男士 是素发的 那么如果说你脸上肉多 你素发的话 显得你脸个 又圆又胖 尤其现在你们很多男生 都是色畜 所以你们的外形条件 都不是很好 再上第二个 你又不是素发 你一般是短发 你穿个汉服 留个短发 特别丑 那只能戴个帽 你那有个帽 戴个帽 戴个帽也显得你脸更圆 怎么看 也不好看 但是其实现在 我们有时候 给男生做造型 也是会 就是 贴个发片 戴个假发 对 贴发片 戴假发 然后也搞得 就是蛮庄重的 但是其实也有一些 直接戴帽子 我觉得做多少 其实男生 在这个 不管是婚礼 还是在婚纱照 这一方面 你都是个陪衬 对 他都是陪衬的 对 女生漂亮就行了 男生女生是个道具 都是搭配女孩子的 女孩子要求就是 我好看就行 我好看 他用道具 对 男生行 我老婆漂亮行 我就负责买单 没错 没错 所以你也同意了 鲜小的汉服 要比那个传统的 就是严格知识的汉服 比较好看 我不同意 我是持中立的 这种 这种那个 比较 严格的问题 我觉得 我都是持中立的 太多 我尊重各个形制 各个款式 各种样子的汉服 哪个朝代的汉服 比较丑一点 比如说从秦汉以来算 秦汉以前就不好说 其实我觉得各个朝代 都有他们各自的美 这种话我就料到 因为不想得罪人 那我就跟你说 就是在 在映染技术 没有好好的发展之前 那秦汉的就挺丑的 然后到了唐代 就会好很多 很多 而且唐朝的时候也比较开放 但是呢 就是我就不太喜欢 他们那种 这个宫廷这种制式 这种服装 这个 你是不喜欢宽袍大袖吗 我不喜欢 就不显身段的 因为你知道的 就是说 比如说我觉得男人 为什么穿汉服不好看 因为第一个 把他的五官的缺陷 给暴露出来了 那么另外一个 就是说 如果说你有一些问题 不好的话 就会扩大你 但是如果说你条件 特别好的话 那也会扩大你 所以说 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 穿一个合身的西服 是最好的 对吧 但是如果说 你的五官很立体 你长得比较高的 很瘦虚的 那汉服就无限 去放大你的优点 你比如说像 以前的焦恩俊那种样子的 穿个现代服装 助人 穿那个古装 方便面泡面头 我的天哪 因为有些人就是 古装男神 对对对 不得了 然后就是现代装 就谁知道他是谁 觉得现代装平平 但是一穿上古装 就绝了 就这种特点 所以呢 大家 就是这个现实 就这样子 而且 武侠的古装 他也是偏向现下的 他并没有 特别赢 按照那个 对是的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 古装剧里面 很少有完完全全去 复刻汉服行制 就是要求非常严格的 但是也有啊 就是近几年 开始越来越多 像你说的清平乐 他也是 就是行制啊 什么的 做的比较好的 但是其实大部分的剧 其实还是改良的 就让大家觉得更好看 对 更好看 但是现在据说有个问题 比如说很多仙侠剧啊 就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那个 那些服装设计师 搞什么回事 他们都搞得特别素 都搞得那种 就是那种 基本的浅白的 那种那种颜色 就说的 可能他们都到了一个误区吧 你是不是偷懒啊 搞的这种 那可能不是 不一定是偷懒 不说谁 就从那个 三十三世开始 到什么千古绝成 全都是那个 那个着装的 这个仙人没钱吗 没有 那些仙人 没有什么 硬然禁术吗 穿的都 都一个 一个傻的 你看你的这个 领浪满目的颜色 是吧 那仙人 这个 为什么能这么搞 不知道 是不是因为觉得 是不是 在咱们中国人的 观念里面 就根深蒂物 觉得都已经是神仙了 就应该 忘却自己穿 很繁复 就是很 繁复的衣服 就应该穿的 比较 比较飘飘的 然后比较素雅的 那一种 我觉得可能 还有一个原因 是技术上的原因 他们设计衣服 他要避开 蓝色跟绿色 对 是的 他要想到 要抠 抠绿幕 抠蓝幕 不过当你 避开了蓝色 跟绿色了以后 那么跟蓝色绿色 搭配的 比如说 黄色 金黄色 或者是浅脆绿 这相应的 你也不能用了 因为 不大家是两种颜色 他跟他关联都有的 那就头大了 那你只能用什么 用白色 用红黑 用组合 是吧 对 我不是针对谁 那个 我说的 是哪一部戏了 王鹤丽那个 叫什么的 就是小兰花 小兰花 那个吗 你看那个 对对对 所以 是不是大家看见 这个规律 如果是仙侠 他们要飞来飞去 背景要搞假的 要搞什么山 宫殿 云木缭绕的 那些都是绿木 口甩的 所以他们穿的衣服 他要避开这个 他避开蓝绿 以及跟蓝绿 相关搭配的 颜色的衣服 但如果是 正儿八经历史剧 他不用搞那个 他的宫殿就修起来了 那个就会好很多 像清明月 他就可以正儿八经 风起洛阳 他们就可以正儿八经 这么搞 很多汉服 他的就是复原款 他也是用色很大胆的 因为古人 我看到的很多古人的 那像复原的画 什么的 会出土的文物 他们很多颜色 其实用的都是 红啊绿啊 就是颜色都用的很大的 对对 也全靠我们 现在各种文物啊 考古的发现 或者说是 各种的文化的 借助的现在的 那个好的经济条件 来普及 可以让他知道 古代什么样 所以大家都那个 学的比较好 所以我觉得现在剧啊 就是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就仙侠剧 他们可能搞得特别素一点 我猜是为了避开绿木栏木 但是那个历史剧 哪怕是细说的 爱情的历史剧啊 他们很可能 剧情不敢搞太大胆 因为有时候 审核特别严格嘛 对不对 所以他们就会在 那个浮花道 特别下功夫 对 我觉得浮花道 下功夫的剧 就能看到他们 很用心 对 因为我可能剧情 我不是很扎实 但是我在浮花道里面 下功夫呢 你就不敢说 我不认真了 是吧 像长安社 石神 风席 洛阳 清平乐 还有一个 我去年看了一个 叫什么呢 说一个明朝的 然后里面都是做吃的 做讲美食的 然后里面是 宣德皇帝 朱瞻基的 跟他那个叫什么 那个妃子的 叫什么名字 上石 上石 哦 那但是我没有看过那个 我也不怎么看 但是就是 我太太放嘛 我在旁边听嘛 他浮花道是做得很棒的 他里面还教念唐诗 当时我听他念唐诗 我就挺震惊 我靠那么远 他说 床前看月光 仪式地上霜 哇 他就震惊了 床前看月光 床前看月光 仪式地上霜 仪式地上霜 床前看月光 他都那么认真啊 那么严谨啊 因为你知道吧 因为他是用的是床前看月光 而不是床前明月光 因为是 他这是个明朝的剧 所以明朝要说这个 说这个诗的话 要把名字去掉 改成别的 不是 因为床前看月光 是明以前的版本 明以后的版本 才是床前明月光 又写到了 对对对 所以那个 九屏之八观里面 那周云诗就是 你根本就不是字 都是床前月光 那个是对的 因为他是晚清 这首是床前明月光 仪式地上霜 蠢猪 这个又是什么字 它是同志年间 但是如果你明朝以前 或者说是 你是日本的版本 日本教唐诗 日本 日本学校教唐诗 它还是那个明以前 那个版本 床前看月光 难怪是这样 对 所以 你穿越的时候 就是比如说像 庆余年下 你去搞唐诗 你真到唐朝 那个还是不这么写的 所以他在这种幅画道 做到这个细节 我还挺佩服他的 那确实 细节到别人都看不到 确实 我就听到床前看月光 结果这个版本 真的是很冷门的一个知识 确实是 而且大家顶着 会不会被观众喷呢 不过我没仔细留意 有没有观众喷呢 你能看过这个剧照 你可以看看 那个幅画道真的是很好 里面是美食的 对 如果要拍美食 明以后会比较好拍 因为明朝以后有大航海 明朝中后期有大航海 所以你每周来了 你就有辣椒 对对对 你有辣椒各种香料 你这可以拍 你前面的不好拍的 对吧 像你要搞个面条炒面 你唐朝就不能拍 因为面条送炒还有 对对对 是的 如果拍穿越剧的话 或者架空历史的话 就说架空历史的话 但是我说有两个千万不能架空 在那出现的 那个土豆和红薯 那不能出现 因为如果出现了 你直接就改变了经济格局了 人口那个产量 那个粮产量翻翻了 打仗的话也没有烧粮草了 这个对对对 这个这个 还好 我现在看到他们的历史 基本上没有出现这个问题 尤其那种架空的 猫腻血那种架空的 它顶多让它胡椒花椒 出现了很多次 那就比较扯 但它是架空的 所以我不能说它 对对对 是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